玉璃震公所清洁队为了要加强防范严重的特殊传染性肺炎蔓延 那么是从5月17号开始全面的加强清洁消毒 一早先是来到人多的玉璃火车站 全力做好防疫的措施 一早玉璃火车站就出现两台大车正在消毒 玉璃清洁队人员17号开始针对人潮聚集场所 像是车站、市场等公共环境进行例行性的消毒 玉璃火车站、玉環、震公所、所有马路旁水沟等进行的全面消毒 也全力做好防疫措施 我们现在消毒的时间配合我们现在中央防疫中心的指示 然后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8号为止 那我们这每天都会实施在公共区域的地方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即日起到6月8号为止都会进行消毒作业 清洁队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 将睡在户外的衣物先暂时收到屋内 造成不便请见谅 如果还有住家有在外面晒衣服或者晒一些干燥的食物的 请在这段时间内先收到屋内 因为我们在执行消毒的时候 怕我们的消毒水会沾染到你们的棉被或食物上面 造成各位的不便请大家见谅 预券公所也呼吁将加强都道以及饥茶 请民众务必要配合了共同严守花莲零确诊的安全防线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波动